如果看到黑點就來不及了 我被宣告未來四分之三的人生 都將帶著一個大黑點 一開始我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剛好看到象棋盤殼的東西 眼睛看到的視線是有一點扭曲的 然後我就是就近找幾間住家附近 比較有名的診所去看著 用一個儀器探測我的眼睛 就有檢查出來 就告訴我這個是非常嚴重的疾病 會失明 很崩潰 畢業 想要出國 想要去那邊找工作體驗生活 一瞬間就有全會 沒有東西可以換回這一些 還有我的健康我的眼睛 當下因為醫生是說很多原因 最嚴重的就是手機的藍光 跟電腦的藍光 因為太聚了 所以會造成眼睛 黃斑部的地方病變 我原本有近視 視力大概是0.7 一個禮拜後我的視力只剩下0.1 假如眼睛真的就這樣看不到 以後的生活怎麼辦 眼睛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發現 有時候你計畫再多 就是根本都趕不上這些變化 神啊 請你保佑我女兒的眼睛 趕快好起來 其實我覺得生病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看到你自己 心愛的家人或朋友 為你難過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疼痛 是比生病還要痛苦 自己為什麼當初不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 讓家人這麼難過 我很怕我一輩子都見不到 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黃斑部病變 已成為成人失明第三大主因 過度使用手機 將加速眼睛傷害 台灣之星提醒您 預防黃斑部病變 使用手機每30分鐘 休息5分鐘 對我們來說 你不只是客戶 更是朋友 好久不見